您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台电报道 今天要为您带来一则最新的消息 针对今天环保团体关注台电新深澳电厂超超临界计划 质疑用世界一流文字本是燃煤电厂污染事实台电说明 实际上我们深澳电厂它的开发是媲美日本第一流的电厂 也就是机子电厂所进行的规划跟设计 那所谓的第一流电厂它指的是 它所使用到的这个发电的技术是最好的技术 也就是所谓的超超临界的技术 它所用到的污染防止设备是最好的污染防止设备 所以它的污染防止的处理的一个结果 它污染的排放可以是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数字 那至于今天外界所关切的有关重金属的部分 事实上我们重金属的处理 我们大概是从源头跟管末两个部分来处理 这源头的部分我们所这个构的每一只 我们所设定的这个数字是在0.1毫克 每公斤的煤炭 那这个甚至是比基石电厂所要求的 0.15毫克每公斤来得更严格 那至于在排放的部分 我们整个排放的一个结果 不仅是可以符合我们国家的这个拱的排放标准 甚至在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拱跟有害重金属 有害空气万物的标准 我们都可以符合 所以我们之所以会说我们会做到第一流的电厂 是因为我们的发电技术是跟他们是一样的 我们污染的排放是比他们更严格的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一流的电厂 这里是台电影音网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